3、2、1、点火 起飞 北京时间5月30日 搭载神舟16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F-16运载火箭 在九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 将神16乘组送入太空 目前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 发射取得圆满成功 这是中国空间站应用于发展阶段的首次载人飞船发射任务 专家认为进入到这一阶段后 空间站将能够更好的开展科学实验 推进科技与生产的发展 空间站建造的目的就进入了我国的在太空的这样一个科学实验基地 这样一个目标 那么未来的话就意味着我们的空间站的话 将要在长期有人驻留的模式下的话 全面开展实验的工作 很多在空间科学实验当中获得的一些新的技术 到了地面上之后可能转化为我们生产生活当中的一些技术 比如微重力的冶金的实验 微重力环境下可以实现无容器的这样一个冶金 第二个就是可以消除金属的分层现象 第三个的话可以用于生产泡沫金属 据神石榴飞船设计师介绍 此次发射随飞船上行了多种实验载荷 便于空间站开展更多科学实验 我们每次都会有一些各种各样的实验载荷 是随着在人飞船上行的 那么这些载荷它包含四个领域 第一个是航天医学领域 第二个是空间技术应用领域 那么第三个是航天技术实验领域 第四个是特殊实验领域 那么这四个领域的载荷 这次神石榴城组中 首次包含航天驾驶员 航天飞行工程师 载荷专家三个航天员类型 同时也是航天飞行工程师 和载荷专家的首次飞行 其中载荷专家贵海潮 是来自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一名教授 主要负责空间科学实验载荷的载轨操作 飞行员出身的科学家 由他们来负责空间科学实验载荷的载轨操作 我个人觉得 这是一个不仅仅是一个技术上 航天技术的发展和进步 应该也是 我们向航天大国 以及从航天大国 向航天强国迈进的这样一个重要的阶段 也意味着 未来的话 有更多的普通人的话 实际上有机会进入到太空 开展相关的实验的工作 防线 防线 疫情 保密